不是要去收集细砂块吗 怎么愣着不动了呀 因为我身上只有一把石铲 挖细砂块肯定没效率 嘿嘿 我有太金铲哦 那让我来帮你挖一些吧 不行不行 我也得回去搞一把太金铲 等你制作好回来 我这边估计都挖了一大堆了 这太金铲确实高效啊 小伙伴们知道一场能挖几个细砂块吗 好吧 那先不制作了 不然掉地上的待会消失了 你挖我捡我还更轻松呢 果然有效率 我身上都已经收集了好几组了 可以出发烈焰星了 这些西沙块够黑龙吃个宝了 那好 直接出发咯 反正我武器装备和干粮都准备就绪了 OK OK 我已经坐进传送舱了 准备启动出发 咱们烈焰星见 白了个白 那我先预祝咱们可以轻轻松松打捏黑龙 好嘞 大师兄刚好过去了 事不宜车咱们也紧随其后 出发烈焰星 这次大师兄身上有带远程武器杀虫炮 可以去好好呵护一下黑龙了 安全抵达烈焰星 这个传送舱四面都是强 好安全的节奏啊 大师兄 知道传送四倍要不要带走呀 这可是二级传送舱啊 必须带走 稍后干掉黑龙 就可以在龙巢附近安装 方便咱们传送 搞定了就准备朝龙岛方向前进咯 你用小飞鼠 我用火气龙 看看谁能先到达龙岛 小样 别以为你可以在岩浆上走就得死了 走着瞧 运气好的话 我不会输给你的 嘿嘿 我到了 没看到大师兄的身影 看他地图的坐标确实还没到 看来火气龙也不怎么样嘛 这下他要打脸了 刚刚骑着火气龙摔了一跤 耽误了一点时间 现在火气龙也挂掉了 我是用预见术飞过来的 马上就到哈 既然到了 那你准备一下 我马上来拔练阴断剑了 稍等稍等 我得先远离黑龙的老巢 然后找个有力的位置 你再召唤哈 好了 差不多了 OKOK 马上开掉 来了来了 黑龙老铁出现了 不过这家伙是想飞去哪呀 不撂我们的啊 这一龙会比较傻傻的 不过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的 这家伙要来怼我了 放出来的独角仙没啥用 小飞鼠也被他炸回老家了 啊 又跑哪了 又搞隐身术的节奏啊 不要来偷袭我就行了 跑到他老巢的上方了 我现在靠着我的预见术 配合杀虫炮在怼他了 小心 他发射了两个火球 还好我溜得快 不然就被他的爆炸火球给呵护了 好像又要继续发动哦 我勒个去 又是同时发射两个 这下者就正被呵护回老家了 小师弟 你可以用弓弩远程怼他的呀 也是可以发射出剑的 已经在用上了 就是每次都得召唤出独角仙 比较爱死呀 而且我发现召唤出来的独角仙 有时还会阻挡到我发出的剑 我了个去 这么猛的啊 把独角仙都给炸个灰头土脸的 感觉黑龙这家伙发射的火球有点多呀 我得想想其他办法了 啊嘿呀嘛 想溜都溜不了了 又被他的火球干掉一条命了 不行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有一百条命都不够花呀 利用食神之意飞在天上试试看 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 哎呦 这老铁又撞到地下去玩消失了 好嘞 又出现了 别以为你会飞 俺也会的 我现在就继续用弓弩一边召唤一边怼你 大师兄 你跑远点 不然我掉下去的独角仙 会找你去聊聊人生的 感觉还不错哦 他的爆炸火球攻击不到我的节奏 很好很好 你吸引他的火力 我在这下面骑着火麒灵 用杀虫炮也能打中他 按照这种配合的打法怼他就行了 果然效果超好 这家伙的血量已经所剩不多了 估计后背被我的弓弩炸到伤痕累累了 然而他完全拿我没办法 我的杀虫炮也是没闲过的 赶紧赶紧 这次他的猩猩我要拿下 哎呀呀 不好意思哦 好像又被我拿了哦 没办法 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 你一个坑货 猩猩拿了也就算了 还召唤出这么多独角仙守在龙巢上面 我想去拿下猎猿断剑都不行 嘿嘿嘿 你老人家就不要跟我抢了 尽管哲和猎猿断剑都不值钱了 我来收下就行了